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着很精彩 但是如果是现实生活中 那对人类的经济和生命来说无疑是一次严重的打击 你想想万分级别的战士在打架 就算奥特曼不想伤到你 但是怪兽不会这么想 他的每一次挥避 每一次踢咬 都跟咬号似的 指不定你倒霉点就中奖了 其次 如果是在荒无人鹰的地方还好 但是如果是在城市里 一次战斗过后 整个城市马上就回到了改革开放之间 光是战后重建的一笔钱 那都是天文输出 第二点 既然有奥特曼会保护地球 那自然也会有宇宙人死 一次单单盯着地球 也同样可以为了夺取地球 或者是对付奥特曼大体进攻地球 大家可别忘了 现实生活中 肯定有防卫队 地球的科技也无法发展到能匹敌宇宙的问题 如果人家真的过来了 人类将毫无抵抗之力 如果奥特曼被打败了 那人类世界将会彻底陷入末日中 意味着你完全不知道外星科技到底有多少 最多只需要30天的时间 人家就可以把人类消灭干净了 当然了 如果快的话 可能一个眨眼的刺激 我就没了 第三点 人类可没有那么善良 人类的本质是贪婪的 有了奥特曼之后 各个国家面对这个无法匹敌的力量 自然也是每天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里 就算知道奥特曼不会伤害地球 但是他的力量以及光线的破坏力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 这么多人肯定也不乏有想要得到这份力量的疯狂科学家吧 第四点 就像我刚刚说的 想要得到这份力量呢 军方拿奥特曼没有办法 但是可以派出大军捕捉人间体啊 哪怕就算是再善良的人 在如此高压的情况下 架上各种各样的搜捕围剿 他的心态都会崩溃 毕竟在现实中啊 没有人可胜任 如果人间体的心态彻底改变 那到时候人类迎接到可不是什么旧世界 而是真正的破坏之身 就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奥特曼真的出现了地球上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当真是百害而无之力 所以啊 像这样的光之战士啊 出现在电视中呢 让我们看它就可以了 你还有什么不同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中告诉我哦 今天的节目到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朋友们 可以关注我们的 懂得满心语言 我是远哥传众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